顾先生和颜先生承包的食堂 在绍兴科桥一家产业园里 目前已经停业一个多月 厨房和名档里的不少厨具 都被供货商收走了 两人说当初听朋友介绍 才从上家一位于老板那里 承包了这个食堂 他说这个地方比较好 然后他说这里园区这边 也很大的 他说吃饭的话都在这个地方 六月份接了这个食堂 然后就是我们一共交了 十七万的承包费 然后四万六的房租 然后两万块钱的押金 颜先生说合同上的租期是三年 他们本打算经营到 二零二五年六月 可开业之后 园区里来食堂就餐的人一直很少 跟上家于老板介绍的情况 完全不同 他这才想起来 在他们接手之前 这个食堂就一直处于停业状态 那你为什么还要接近呢 如果是生意不好的话 生意不好就是说 他跟我们说的行动大楼有来人吗 他说那两栋楼盖起来了 九月份的话就是天津那边 大学生大概有两百多人 或者吃饭的话 是必须要到我们这里来吃的 所以我们才做的 因为你叫两百多个人 然后在这个园区里面 那你们没有跟他们提出过说 等人多了 这大楼开了有人了 你们再开始经营吗 因为那个 他说那个园区的老总不同意 老总老总说一定要开 合同约定食堂的房租每年一交 顾先生和严先生 应该在九月份 预交下一年度的房租 但在考虑了经营情况之后 他们决定提前退租 并希望退回剩余的承包费 承包费包括就是装修 桌椅上面厨具使用 然后一切的装修 都是包括在里面的 用几年 用三年 做多少原份扑扑款 对 是的 我们现在才用了一年多一点点 就是后面的剩余的钱退款给我们 然后押金退款给我们 颜先生说 为了退回剩余的承包费 他们一直在跟余老板沟通 也找过产业员方面 希望对方从中协调 现在他就是愿意两万块钱押金退给我们 怎么沟通都没有 不愿意退我们剩余的钱吗 像他也是租这原区 你租下的房租 对 他是租整个 也就相当于 他就是一个爱受房东一样的 我转租的话 需要就是这个余老板同意 就是二房东同意 对 那二房东转租 需要大房东同意 他们有之间有合同 准转租吗 不准转租 你怎么知道的 这个就是这个 他们老总不懂跟我说的 就园区的房东跟你说的 顾先生提供了 和产业员负责人的微信聊天记录 对方表示 余老板将食堂转包的行为 违反了合同 产业员跟余老板的合同 将会在本月提前终止 这个合同呢 是基于大房东二房东 他们的一个租赁合同存在 那么如果大房东要求 终止于二房东的一个合同 要求二房东同退房屋的话 经营者可以要求解除合同 并要求二房东 对我们剩余的一个租金和财保费 予以退化 当着记者的面 顾先生拨通了二房东 余老板的电话 对于食堂客流量少的情况 余老板认为 是顾先生和严先生 经营不善导致的 你们怎么做的 怎么越做越没有了 不要说不好的 而且把事情规则到别的身上去 你也可以去采访一下 他的工人 还有我们连去的 这些老板的饭菜的质量 还有一个问题 然后他们做的 越做越不好的后 然后又反报给下面一个 他的厨师做了 知道吧 我们是有承论的 是不允许的 没有反报这个事 没有反报 因为我们现在生意是 因为什么人员工资养不起 养不起呢 因为我这边的话 一个厨师跟他说 我说 产业园区作为大房东 跟二房东余老板之间 可能会因为 违约转包食堂 终止合同 二房东余老板现在又提出 经营户顾先生和严先生 也将食堂违约转包了 那么对于这样的说法 余老板能不能拿出证据呢 你要说证据不证据的 这个东西你可以去叫他 那你怎么知道 他转包的这个事情呢 有据可查的 那您查到了什么 你可以去问他们 请的工资呀 最后的工资谁发的呀 这会都是他们那个厨师发的呢 没有包给厨师 我们自己做的 因为什么 现在厨师还在我们店里上班呢 然后那个我们因为开了几家店嘛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外面跑的 然后这个店是他负责的 对 那说厨师发工资是怎么回事 厨师发工资 我们把钱打给厨师 厨师发给他们给的 为了证明没有转包 顾先生和严先生出示了跟厨师之间的转账记录 最近几个月的店面运营账目 以及跟大米供应商的转账记录 他们认为食堂经营不下去的原因是客流量太少 于老板曾经承诺过 要入住园区的两三百个人 又迟迟没到位 确实没人啊 你当时跟我们说 我们现在不管确实有没有人的问题 我们就要这个事的问题 你今天你处理事情去 你们那三次做 把这个事情搞成这个样子 我说了包 你这个时候要从他老父亲那 然后乱去搞砸项 你还在他们那里 虽然说那样说 你合同的话就来看 那大房东要跟你解除合同了是吧 要解除合同啊 后面您打算怎么处理呢 我要怎么处理 谁把事情惹出来的 或者搞错了事情 谁怎么解决 稍微擦屁股啊 记者向余老板转达了律师的意见 如果是因为余老板违约 造成了他跟产业员的合同终止 应该要退还经营户顾先生 和严先生的剩余承包费 当初你既然要来做 你是考察过的 你是看过的 对不对 不是你跟我们讲是 这个对面这个新的大楼 有两三百个人要过来 天津那边 三百人我跟你说 这个东西 我说我们不能说了 我说估计9月份要来人 但是当时那时候 那一年疫情 没有人保证说 我保证来 但是这个东西 他们一直也在谈着 进来我们说说 估计要进来 我们说肯定要进来 记者从绍兴科桥 一家产业员方面了解到 他们不会终止 跟余老板的 食堂租赁合同 至于余老板之前说的 会有两三百人入住 目前不能确定 招商的具体进展 不是你们也抽股 还能签三年 你们交钱一年一年付 要什么事 要三年 三年都可以拿钱了 对 你们给他骗取的 你们继续给余总之的话 他们是希望删两一下 剩下两年的承包费用 顾先生和严先生表示 后续将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律师也给了一些建议 根据现有的一个合同来看 合同本身是没有约定 一个违约责任 和这个赔偿方式的一个计算 那么经营者是需要赔偿 二房东能够举证的 一个实际损失 在扣除这一部分实际损失之后 剩余的费用 二房东是应当退还给经营者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